如果你要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前 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 我們要統計的欄位存不存在 有,年次有了 所以第一件OK了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資料是不是所謂的正規化的一個資料 什麼叫正規化 就是你欄位名稱一定要放在第一列 有沒有發現我們欄位名稱第一列 第三列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請你把第一列跟第二列 先刪掉 如果你沒有刪掉的話 樞紐分析表會出錯 很簡單這兩列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刪除就可以 記得哦 如果你不是在第一列的話 那會出錯啦 OK好 那這樣就簡單了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隨便一個儲存格 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問你說你這個範圍對不對 應該A1到A101應該沒錯 這個範圍按確定 它會自己先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原來的資料的前面 那我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在右邊有看到樞紐分析表欄位 請你把年次拖拉到列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幾年次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那不過你會看到合計裡面會出現什麼 58 不是加總啦 所以記得哦 值的部分請你在直的 下方這個有個箭頭 點一下 直的欄位設定的地方點一下 把它改成計數 就是我要不是要算加總的結果 而是要幫我計算幾個人 所以計數是算幾個人的意思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哦 58的有一個 59的一個 60 61有兩個 那你說老師 我不是要算每一個年次有幾個 我是要算幾年級生 那怎麼辦 最後呢 請記得請你在年次上方 A5啦 或A6都可以啦 按右鍵 會找到有一個功能 應該猜得出來吧 叫做什麼 組成群組 那這個群組部分的話 我希望這裡好像只有五年級到七年級 所以你其實這邊 起始乾脆輸入五十算了 結束就是七十九 因為頭跟尾先給他 那兼具值的話呢 因為五十到五十九 剛好兼具多少 十嘛 所以這邊的話就輸入十就可以了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他就會得到 有沒有 五年級生就五十到五九 六十到六九 七十到七十九 馬上就會給一個結果出來了 OK 我再做一下 Ctrl D 這個群組好像同學比較會有問題 那假如說你群組的時候發生問題的話 我覺得可能性第一個 就是你的資料是不是數字 一定要數字 文字不行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插入這個 順頭分析表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它一定是A1到I101 好像之前有同學選到更下面資料有空白的 那也不對 記得 大概這兩個問題 我們按右鍵 群組 群組的地方 記得是五十到七十九 然後兼具的話給它十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畫一個圖怎麼畫 畫旁邊對不對 很簡單 上方會有一個叫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 表分析對不對 找到樞紐分析圖 就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畫個圖 這個OK之後的話 旁邊希望畫個圖 樞紐分析表分析 分析圖 那當然我們選一個比較簡單好了 我們想要只是希望讓它用圖形的方式呈現那個數量 OK 那我們用直條圖 這邊找一個最基本的直條圖 按確定就OK了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那如果你要讓它變更漂亮一點的話 你可以這邊上面的 這個改一下好了 比如說是年次 比如說這邊改一下標題 叫年次 統計圖 OK 那如果你要更貼心一點 上面可以把它字放大一下 字大概20好了 然後顏色換成紅色 初體字 那當然如果你要凸顯的話 這邊可以把這個 這個你可以點一下選全部 再點一下這個柱狀圖 甚至你可以改一個顏色都可以 改什麼顏色 按右鍵這邊可以填滿 比如填成紅色 這邊都可以改 然後 然後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圖就很清楚了 我的主要的族群就是七年級生 OK 當你以後要做一個簡報的話 你就把這個圖放在PowerPoint裡面 就可以填了 OK 好啦 所以今天的進度原則上 就是請大家把這個做出來 OK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插入樞紐分析 記得上面兩列要刪掉 插入樞紐分析表 範圍 對對對 然後這邊的話記得 拖拉黏刺 拖拉這邊 然後這邊的值 點一下這個箭頭 直欄位設定 改成技術 OK 這個地方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邊可以把這個多的把它刪掉 OK 那這邊就是工作表2 當然如果你要更貼心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2的名稱 乾脆怎麼樣 把它換成這個名稱 叫年次統計圖 我的習慣把這邊改一下 所以年次統計圖就出現了 那這個是原來的資料 這個就是年次統計圖 我可以切過來 原來的資料 切過來就是我們的報表 看出來就是知道 原來年這個 青年級升最多 那請各位 試著把今天的 這個作業比較多一點 就是1 這個TEST 然後這個串接這邊 這邊可以 可以把它增加這兩個按鈕 但是其實好像會出現問題 因為我們刪掉兩列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執行好像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奇怪 怎麼這兩個還在 有沒有 那原因何在 其實如果你假設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修改 改哪裡應該看得懂吧 剛剛因為我們刪掉兩列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改多少 改1 2吧 有沒有 你就不能1 4了 這一樣改1 2 點Slate 然後Active 應該這樣都OK 那底下的範圍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三調兩列這邊應該改1 2 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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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就對了 底下這個應該不用改 所以呢 更完整的應該把這個改一下 本來1 4 改一下 這邊改成1 4 然後103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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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改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你再弄一下看看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清除沒問題 串接沒問題 OK 好 所以今天原則上就是把這個 錄製去期 那再做一個年次的統計分析圖出來 OK 那剩下時間給各位把這個部分完成喔